同学们,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上一节课中,我们讲到了增强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并且给大家看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例子 一个小白术走迷宫的过程 给大家详细讲了一下增强学习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概念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还提到了增强学习的一个数学的基础 也是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尔可夫角色过程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详细看一下 马尔可夫角色过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马尔可夫角色过程中的一个更加基础的东西 就是马尔可夫链 那么马尔可夫链,马尔可夫链 也称为马尸链 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由一个俄罗斯人最早提出来的 那么其实在上一节课中 就是增强学习 我们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五个房间 还有房间外面的那个区域五 那其实就是我们画了一个状态的转移图 这个状态转移图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的数学定义非常简单 这个公式我也列在这了 这就表示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这个概率 那么这个等号左边的呢是表示 马尔可夫链转移到下一个状态的概率呢 依赖于之前所有的状态 那么等号右边呢是表示 马尔可夫链在T加E时刻转移到下一个状态的这个概率 仅依赖于上一个时刻 也就是T时刻的这个所处的状态 那么他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当然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的 但是数学嘛 为了就是高度称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把它给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那么更便于我们去理解 去解决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这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就是 状态转移的概率只依赖于前一个状态 那么可能刚才我说了之后 大家可能还是有点晕晕乎乎的 实际上我们上节课增强学习中 画的那个状态转移图是一个 马尔可夫链的一个变体 那么事实上 课本上那些比较标准的马尔可夫链 他这个转移之间呢 是画的是一个概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上的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我们假设就是 平时大家遇到的都会有三种天气 一种是晴天 Sunning 那一种是多云的天气 Cloud 还一种是下雨的天气 Raining 那么在这些天气中 这些天气都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们以天为单位 那比如说今天是晴天 第二天是雨天 第三天是多云天气 那么这些天气他们之间的转换过程 因为每一年这个天有很多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严格来说 某一天下雨或者说是天晴 那么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天气都有关系 但是在马尔可夫链中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一说 也就是说 我第二天是什么天气 只决定于今天的天气 你要想知道明天是什么天气 那你只需要知道今天是什么天气 通过这个图上的这个转移概率 你就可以知道 那么比如说 今天是天晴 那么明天也是天晴的概率 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 S指向自己的一个箭头 那么是0.6 那如果说今天是天晴 明天是多云天气 那么这个转移概率图上也标出来了 是从S到C 大家可以看到是0.3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晴天 那么明天是多云天气 这个概率是0.3 那么同理 如果今天是天晴 明天是下雨天 这个概率是0.1 好 马可夫列 他就是基于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假设 最早是从一个随机游走 这个概念提出来的 随机游走 这个东西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一个平面上 或者说一个坐标轴上的小点 在沿着这个坐标轴 以等概率向左右 或者说 就是沿坐标轴移动 如果说只有一个坐标轴的话 那么这个点就沿这个坐标轴 正方向和副方向移动 如果说是一个二维的 有X轴和Y轴的话 那么他在X轴方向上的 这个随机游走的这个方式 就和之前我们说的一个方向轴上的是一样的 在Y轴上也是和之前说的一个坐标轴上的是一样的 那么他就是在二维平面的一个随机游走 当然这个我们也就不细说了 就是他的从这个随机游走发展而来的 那么状态和转移概率 这里S Sony Cloudy Rinning 这就是一个状态 那么转移概率呢 就是说 从晴天变到东云天 这个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 我们 他发生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称之为转移概率 因为马可福链 他也是个 他是肯定是也满足这个概率上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定理 所以 转移概率 你从你转移到自身或转移到其他所有状态的这个出去的概率 一定是加起来是等于1的 所以你看图中 这个 S这个状态 晴天这个状态 他到自身的概率是0.6 到Cloudy这个状态的概率是0.3 到Rinning这个状态的概率是0.1 这三个概率加起来是等于1的 那么其他每个状态也是同利 都是这样的 那么 除此之外呢 马可福链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质 也是非常 好玩的一个性质 而且这个性质在很多中有非常 重要的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就列在这了 一个平稳分布的这么一个性质 那么这个平稳分布呢 他就是说一个马可福链 因为他在不断转移过程中 最后 因为一开始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某一个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 比如说有的城市它每一年下雨下的比较多 有的城市可能一年四季都是晴天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雨天 所以说就一开始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的分布 和他每一个城市 他这个转移概率 其实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社会学家经常把人类 这个按经济情况分成三类 一个下层 中层和上层 我们分别用一二三代表这三个阶层 那么社会学家发现 决定一个人收入的阶层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父母的收入阶层 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这个富二代 官二代什么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收入属于下层类别 那么他的孩子属于下层收入的概率是0.65 属于中层收入的这个概率是0.28 属于上层收入的概率是0.07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图上 直接列出来了 从自身 说他父母本身是下层这个收入 那么他孩子是下层收入的概率 是这个 那么属于中层收入是转移概率是这个 那么从下层到上层的这个转移概率是这个 那么 我们再把这个概率呢 画到一张表格里 最终可以写出一个转移概率矩阵 对这个就是马尔可夫链中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这个转移矩阵 那好 假设呢 我们这个概率的初始分布是 π0 0.21 0.68 0.01 0.11 也就是说 下层中层和上层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分布 大致是下层占21% 中层占68% 上层占11%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前n代轮的这个分布情况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举证连乘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也不详细讲了 这个涉及到一个高等代数的一个知识 你只要记住就是有了这个转移概率矩阵的话 我们把它乘上这个初始概率的分布 呃不不停的乘这个转移概率矩阵 那么就可以得到每每每一代的这个下层中层和上层的人口的这个分布概率 那么就能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到了这个呃第四代第五代等等等等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下层中层和上层的这个人口的分布比例 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城市 呃把这个初始的这个人口分布改一下 那么比如说看右边这张图 下层人口占75% 那么中层占15% 上层占10%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刚才那个转移概率矩阵是不变的 那么继续计算这个前n代人的这个分布情况 我们发现呃大概从第七代开始左右 这个概率又去分布就变成稳定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转移概率矩阵 就这个P矩阵 还有这个状态转移图 只要它是固定的 那么无论你一开始的人口的分布 就是这个下层中层和上层这个人口分布是多少 只要这个概率转移概率矩阵P不变 那么最终这个人口的一个分布 在经过多多代人这个繁衍之后 他们的这个东西是趋于稳定的 所以这个也很好解释了 不同的城市 为什么会这个气候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虽然可能说呃 不会说每年都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长期以来这个城市 每一年这个气候到底是晴天 呃多云还是下雨 因为每一个城市它有它的就每一个维度它有它的气候特点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呃 P矩阵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一些很相似的城市 如果他们P矩阵一样 那么他每一年的这个气候特点 应该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性 好我们再来看看 马可福这个马可福链 他们这个系列的一些产品啊 啊当然就是基于马可福链的这些理论呢 衍生出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技术学习中的算法 呃深度学习中的算法 呃概率中的算法等等等等 呃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增长学习中用到这个马可福决策过程 还有这个引马可福模型 马可福逻辑场 马可福随机场 呃这些马可福逻辑网和马可福随机场 这些和那个贝耶斯网络有一些联系 这是在概率推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还有这个马可福坦 以及马可福蒙特卡罗方法 这个是一个统计模拟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办法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的主题 就是马可福决策过程 马可福decision process MDP 他是决策分析运筹学控制论和经济学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学科 一个学科的领域 马可福决策过程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增强学习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这毕竟是一个数学理论上的东西 决策嘛 在经济学上 一些股票啊等等 一些做一些什么决策的时候 这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 他可以从一个数学的角度 理性的去分析一个东西的风险 一些东西等等等等 好那马可福决策过程 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马可福链 我们称之为MDP模型 那么它的基础是一个四元组 我们用四个字母来表示 S A T R 那么其中S为一个有限级 其中每个元素S属于大S表示一个状态 A为一个有限级 那么每个元素A属于大A 代表一个行动 那么TS乘以A 到πS成为状态转移函数 那么RS乘以A等于R为回报函数 那么我们联系前面上一课 那个增强学习中画的状态转移图 来解释一下 那么像从0到12345 那么这些圈这些点 就表示的是一个状态 表示我在哪个房间 那么A呢是表示行动 就是我从这个一个箭头 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外一个房间 那么这却是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状态转移函数呢 就是因为这里我们不涉及一个概率的问题 当然可能也 比如说你从3到2 从3到1 从3到4等等等等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概率上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里先暂时不考虑 这就是一个状态转移的函数 那么这个R回回回报函数 这就是当你做出一个行为之后 就是你从某一个状态 你在某一个状态做出某一个行为的时候 这个R会给你一个回报 那比如说我们从4到5的时候 这个R这个回报函数 就给我们返回100 比如说从3到4 那么这个行动 这个R函数给我们返回的就是0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基本的马可夫决策过程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这个马可夫决策过程 是增加学习的一个理论基础 当然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些具体的理论研究 所以我也不会讲的太细太深 但是大家心中脑海中 要有这么一个数学理论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会讲到一个增加学习中非常有名的算法 Q学习算法 那么在这个Q学习算法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更新上一节课所说到的 那个奖励矩阵 就是让 让一个机器人 或者说让一个agent 在这个状态转意中 他的行为更加智能 更加合理 而不仅仅是依据一个奖励矩阵 这三个是100 那么其他的全是0 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矩阵画出来 他对一个agent的指导 作用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要去更新这个矩阵 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Q学习算法 那么如何规定一个MDP模型呢 它是一个应用上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状态值和转移值的一个设定 我们设定多少个状态 设定多少个这个转移 还有这个回报值的设定 我们这个可以设置成100 200 甚至50 20 10都可以 那么如何设定一个MDP模型 它是一个应用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的通俗点 就是一个工程问题 MDP模型研究的是 给定一个确定的MDP模型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些状态 状态以及状态转移 和这些回报值都设定好的情况下 如何走出一个最优的策略问题 一个学术问题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Q学习算法 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项目困难中 工程问题和学术问题 我们都会有所设计 但我们会着重讲解这个 如何用好Q学习算法 那么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来看一看Q学习 是如何发挥起神奇的作用的 好 谢谢大家